那么今天我们先谈的这一号人物呢 我觉得我一定要谈他 因为我是广播人 因为我在电台工作 而这个人物呢 就是Kairi Jamalutin 那么现在感觉上 他找到新的跑道了 他找到新的工作 而且他从政治转战媒体 这个就很有趣 那么他现在呢 会是成为Hot FM 这一个马来台 那么可能很多华裔朋友 不熟悉这个Hot FM 那么这个Hot FM呢 他是Media Prima 首要媒体集团底下 收听率最高的电台 那么这个最高的电台 是根据一家GFK机构 所进行的收听率调查 那么Media Prima底下 他有五个电台 那么Hot FM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最主要的电台 收听率最高的 那么他呢 这个Hot FM呢 在西马半岛的听众群啊 在去年高达351万 351万是非常高的 一个数据来的 那么他的受众群 他的听众群 或者是他的Target Audient呢 主要集中在城市跟半城乡地区 就是城市跟半城市地区的年轻马来人 那么这些地方的年轻马来首选就是Hot FM 那么听到这里你觉得很有意思 或者是很好奇说 为什么凯瑞要去担任Hot FM的这个DJ呢 那么其实凯瑞是很抢手的 乌统把他当炒 但是其他人把他当宝 除了Hot FM之外呢 还有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当他被开除的第二天罢了 柔佛王储呢 就说来来来 我请你 我要请你做JDT 那个足球俱乐部的CEO 我也可以委任你为柔佛州的青年顾问 大家都想把他挖过去 所以他离开 他不是离开 他被逼离开 我懂 其实问题不大 对他来说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出路 不过现在confirm确定的他选择了媒体这一条路 那么凯瑞他为什么选择Hot FM 我觉得有两大主要的这个原因 第一呢 当然就是受众群 OK受众群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他的这个节目的时间 那么他的节目的时段 他当DJ他主持的这个节目时段呢 是早班 是属于电台的黄金时刻 OK 那么我们讲的这里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么电台呢 一般上他都有两个prime time 两个黄金时段 一个呢 是上班开车去上班的黄金时段 叫做morning drive time 另外一个呢 是下班的放工的evening drive time 所以这两个时段呢 是所有电台不仅仅是这个Hot FM 包括我我所服务的这个电台 都是这两个黄金时段收听率是最高的 那么他现在选择收听率最高之中的最高 就是morning的这个drive time 那么他想要保持他的曝光力 OK 那么他的这个曝光力呢 是针对城市跟半城乡的这一些年轻的马来受众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Hot FM 而他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为他接下来在雪州周旋铺路 他先把这一个东西先安排好 那么选择当DJ是最简单粗暴 也最直接的方式 你天天都可以跟听众讲话 你天天都可以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那么只要他一开麦的话 他就可以做很多东西 他不需要别人访问他 他就可以自己访问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 他自己访问自己 而且他所主持的是马来社群当中 收听率最高的电台之一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知道Kerry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相信你会在早上的黄金时段 你会扭开Hot FM 所以你会扭开Hot FM来听到底他讲什么 或者是到底其他两位DJ 其他三位DJ会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互动 那么这些DJ呢 他们并不是政党的背景 所以他们会问一些很奇怪怪的东西 会问一些当下年轻人最好奇的东西 可能不会问他说 在政治上你会不会觉得你被打压 那么你如何化解你的压量 可能不会问他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太过heavy了 太过重了 或者是他早班的这一个听众 可能没有办法去消化 他讲的这么严肃的课题 那么如果他去BFM 就是英文的财经电台的话就不同 那一个是他的档子是不同的 那么主持人问问题的方式 以及他回答的方式都很不同 那么现在Hot FM是属于一个轻松的 娱乐型的电台 OK 他不是Bulletin的 OK 他不是Bulletin FM Bulletin FM的话就以新闻为主 但是他没有选择Bulletin FM 他选择Hot FM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说 他是非常smart 非常精明的去部署 他知道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他知道他的受众群在哪里 他知道哪一个管道 是他最有效的 这个方式 那么他选择Hot FM 是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他可以天天爆料 天天去呛声 天天在那边冷嘲热讽 天天在那边讲酸话 那么他会制造很多的这个话题 那么如果他又有这个call in节目的话 哇 老尉 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 OK 不是起不了 是了不起的那种 那么如果开放让听众call in的话 那么他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 马来听众 或者是关心他 想要了解 或者是八卦的人 想要听他到底讲些什么东西 同时他所讲的东西呢 也会被其他媒体转载 报道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电台的这个处理方式呢 就是比如说 他主持两个小时的节目 他可以把这两个小时期间的 这个精华片段 把它剪剪剪下来 然后弄成很多的这些short reels 或者是tiktok 然后在马来社群中广泛的宣传 大家想想看 这个东西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是起不了 是非常了不起的那种 那么只要他在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他有设计那些精具的话 那么这些精具被edit的话 把它变成很多的这个短片 那么我相信 Zahid会非常的这个头痛 会非常吃不了兜这种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选择的是 Media Prima的电台 而不是Astral Radio 这一点呢 也很有意思 而这一点很有意思的原因呢 就是Media Prima的老板 他的名字叫做 Johari Abdugani 那么谁是Johari Abdugani 他呢就是 巫统在联邦直下去 是联邦直下去 就包括吉隆坡 布城跟纳敏跟拉万 硕果景春的唯一 Hanya Satu Satu Satunya Mb 吉隆坡的Mb 联邦直下去的Mb 他呢就是 迪迪汪萨区的国会员 那么 巫统在吉隆坡是苏嘎料 只剩下迪迪汪萨 那么连巫统认为 最稳的Bhutrajaya都输掉 OK 输给谁 输给土团党的Razizidin Razizidin就是 之前的教育部长 那么为什么 巫统会输掉 不曾有这么多的 这个公务员 对巫统来说 闭上眼睛都会赢的 但是他输掉 反而这个Johari Abdugani 在城市地区 OK 因为城市地区的 这个各族的民众 不仅仅是非马来人 马来人也对巫统 是相当批判的 但是Johari Abdugani 他能够胜 他能够胜 Diti Wangsa的国会议席 所以证明他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是Diti Wangsa的土生土长的吉隆坡人 OK 那么他是Media Prima的老板 这一点就很有意思 那么Johari Abdugani 他是属于 我看那个词应该怎么用 OK 他不是属于Zahid的阵营 应该这么讲 他不属于Zahid的阵营 他是跟KJ Johari 跟Ismail Sabri 跟Hisham Muddi 是比较靠近的 走得比较靠近的 那么在Zahid还没有大开撒戒之前 那么已经有说法 已经有消息说 Johari可能会跟Hisham 或者是跟Kerry 一起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去竞选巫统主席 属于主席跟副主席 这个之前 当Hisham跟Kerry 还没有被干掉的时候 是有这个说法 而且现在这个说法 当Hisham跟KJ不在之后 Johari Abdugani 据说他还是会竞选巫统的副主席 OK 已经有相当多的马来媒体在放风了 说Johari Abdugani会竞选巫统的副主席 他绝对有这个资格 第一 他是巫统在城市地区少数胜处的国会议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是联邦直辖区的州联委会主席 那么第三 他曾经担任过财政部第二部长 所以他有当部长的经验 他是国会议员 他是YB 他是杨伯罗曼 那么他本身的背景 而且他的专业资格 也足够让他去竞选巫统的副主席 他本身是accountant的 所以 这个Kerry 他选择加入 Media Prima旗下的一个马来台 而不是Astro Radio旗下的马来台 或者英文台 那么其实 从解释当中大家就可以感受到KJ他是非常懂得计算的 这一点必须写一个符字给他 他懂得计算那个成果 懂得计算那些得势 而且 而且 这个Johari Abdukani让他进去 那么如果Johari他是属于Zahid阵营的话 他肯定知道说 如果我让KJ来我的电台当这个不是记者 当这个DJ的话 我的老板 就是我的老大 我的党主席Zahid一定是很不高兴的 一定会讲说Johari为什么你给他这个平台 让他天天在那边讲话 你都知道他是Luz Kandon来的 就是失控的 他会不断的批评我党 会不断批评党主席 甚至批评政府之类 批评党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你还要给他这个开门迎接他 那么Johari Abdukani他这么做 因为他也对Zahid感到不满 所以这个关系就解释出为什么他去Hot FM 而不是去Excel Radio的其他台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的有趣 而这个接下来就要看KJ他在电台里头 他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了 明明讲说感觉KJ不是长期当DJ的这个月收听率调查 对这个月是收听率调查这个我还没有提到 谢谢明明已经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了 但是不管是这个月是不是收听率的季度调查 但是他选择Hot FM 我相信收听率调查并不是Kairi的考量点 这个是Hot FM的考量点 OK是Hot FM的考量点 并不是KJ KJ要考虑的东西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 我要讲话的受众群 他们集中在哪里 第二 我能不能够很放松很轻松 没有收到太多月收的奖 OK 那么这个还有第三点 就是我能不能够天天讲 当DJ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而且他选择的这个电台呢 他的这个老板是跟巫统现任领导层是有不太相同看法的 所以这一点呢是Kairi他非常聪明的地方 还是要还是还是要佩服Kairi 你可以不认同Kairi的这个他过去的这个做法 或者是他现在你觉得说他太过功利主义 他太过急躁啊 他不能够等啊 而且他也是很直白的那种 就是说我是想要当首相的 OK 那么我会卷土重来 我也想要在雪舟周旋的时候上阵 那么有人offer我雪舟周旋大臣的这个职位 他是很直接就这样告诉你 那么这种的方式可能看在一些人的眼里觉得说很不太适合 但是他就不理这么多了 他的字典里头呢可能是没有含蓄这个词的 OK 没有低调这个词的 他就是跟你唱高调 所以这一点呢是Kairi的他本身的这个性格 OK他本身的这个特质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 其实Kairi他在活跃政坛之前 就是他在2003年之前 2003年之前 他当他还没有进入Baklar Office担任这个特别助理之前 他曾经在NTV7主持过清谈节目 OK 这个我在电台曾经讲过 OK 当时跟他一起主持清谈节目的呢 就是现在的首相署部长掌管法律事务的Azalina OK 他曾经跟Azalina一起用英文来主持十四节目 OK 这个是2001年的十多年前的这个事情 十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他对主持是完全不陌生的 他之前主持过电视的节目 那么现在他主持电台的节目 对他来说是subsub水啊 我们讲说 Easy like drink a water anytime put your horse calm OK 容易过喝水 你随时放马过来的意思 所以他没有主持障碍 他的表达是一流的 那么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平台 以及这个平台能够让他接触到他想要接触的这个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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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